《清代詞》 我講過清代的詞 很受人忽略 因為後世的人經常講唐詩宋詞 尤其宋詞名家很多 蘇東坡、新希侄、周邦宴、姜白石等 簡直如天上星星數之不盡 可能是因為宋朝的聰明人太多 而且到了清代 由於那個時間距離近 而且民國之後 那些人對滿人有些反感 所以清朝的詞 就被英文叫做underrated 即是估計偏低 其實我個人覺得清朝的詞 一點都不下於宋代 因為他的好的詞人也非常多 例如清初有兩位名家 一個叫納蘭聖德 一個叫顧貞冠 雖然他們的產量也不太多 尤其是納蘭聖德 即只有三十歲就已經去世 但是他的詞 真的可以一代以麗的風格 那種溫柔和精緻 是前人未達至過的高峰 納蘭聖德的詞其實很多人喜歡 他好在哪裏呢 就是他的感情非常之勢力 而且他的不足非常之飄入 最重要是他寫的情詩非常之浪漫 這種浪漫我們今天看來 真的覺得這位詞人是天生的情聖 好像這首非常之出名叫做 沈元春 沈元春是他的詞牌 他寫的是什麽呢 他是一個死了的外妻 他發夢見到這個亡妻回來 突然間覺得非常之傷心 於是夢紮醒 就趕快拿起紙和筆寫下這首詞 我們也知道北宋的蘇東坡 也曾經寫過一首詞 紀念他的亡妻 也非常之出名 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良智難忘 千里孤焚 無處話淒涼 終始相逢應不息 陳滿面殯如傷 亦都是很多人都會記得的 那這個納蘭這首詞 他有一個很短的詞 他說 丁字重陽前三日 夢忘苦淡妝素伏 執手耿熱 雨多不浮能記 他說在重陽節前三日 突然間 發夢見到自己死了的妻子 化妝很淡 穿得很清白 摺著我的手 哭到出不了聲 在夢裏說了很多話 但我醒了之後 忘記了 只記得這位亡妻 臨離別的時候 就向我贏了兩句詞 叫做 含恨願為天上願 年年猶得向狼願 這個詞句 就不是寫得很好 但是呢 很適合一個 亡妻的身份 因為莫納蘭勝 聽了 紮醒 在這個罪裏說 亡妝未公私 不知何以得此也 教後感赴 他說 他的生前 我從來不知道 他是懂得作詩 為什麼會寫得這一句呢 這個罪 都相當動人 在這個罪之後 我們看看證物 信息浮生 薄命如詩 低迴枕亡 既修特限時 並吹鴻魚 刁難曲處 同意邪陽 夢好難流 詩殘莫逐 贏得更心哭一場 唯容在 指靈彪一轉 未許端場 這個是上訣 讀詞 一定要上訣和下訣 分一分 頓一頓 然後從尋逼落茫茫 尿短法 朝來定有傷 變人間天上 塵緣未亂 春花秋葉 竹水還雙 欲結囚謀 翻經遙落 減盡殉衣作日向 真無奈 善聲聲嚴語 普出回祥 這首詞 我覺得首先 他的用字非常淺白 沒有用那些艱深的典故 來賣弄 這一個 也是跟蘇東波那一首 是很相似 因為你是在紀念一個 你很深愛 但是離開了你的人 還有 將一些很真樸的感情 紀錄下 我們看看 頭那句 叫做 信息浮生 薄命如絲 低迴枕望 真是 人生雖然很長 但是其實眨眼很快就過 薄命如絲 當然這位早死的妻子 他很薄命 他死的時候很年輕 令到我時時都掛著他 既修特限時 並吹紅魚 哇 這一首詞 來到這裏 那個境界已經出來 就是說我回憶起 我和這個太太 在龜房 是同襟共枕 那個枕頭是瘦花的 然後起了身之後 我就拿著一支燒 他就拿著一支笛 這樣叫並吹紅魚 怎麼叫紅魚魚不是紅色的 而是令那些讀者想像 他們一定是站在一棵 幸花的樹下面 來吹燒農地 一路吹的時候 有一些風吹過來 那些幸花粉紅色的 就飄下來 這些不明寫是什麼花 但是告訴你 那些花反飄下來 好像一陣紅魚那樣 這一種曲筆 就真是令人覺得 那個心思 非常之靈厚 他說 刁難曲處 同以斜陽 然後大家吹完一支的音樂 蹦在一個欄杆那裏 在黃昏日落的時候 看風景 跟著夢好難留 絲殘莫逐 贏得更心 哭一場 就是技術 昨晚 這個夢 我見到這個去得這麼早的妻子 我經常想把夢留住 但是留不到 而那首詩 它淫下的那兩句 也都是個斷句 都捉不到 於是 我醒了之後 哭了一場 在隱約之中 還記得 這一位去的太太的樣子 指令 飄一轉 未許端場 但她想來告訴我 什麼心事 她想說什麼內情 好像一陣風 這個夢就誓她 我根本就不知誓戰 重沉逼落茫茫 我醒了之後 到處去找她 唉 但是呢 找來找去都找到 她說 尿短髮朝來定有傷 這句呢 是說回慈人自己 因為呢 掛著這個去的太太 到底是頭髮是早白 還是呢 季節的遷移到了冬天 那些霜飄下來呢 這個是一語相關 變人間天相 塵緣未斷 春花秋葉 竹水還相 她想起和太太 共度的日子 好像天上的仙女一樣 現在想起來 就覺得很悲傷 春花秋葉 人生美好的光景 畢竟呢 畢竟是很短暫 令我們想起 李后主 春花秋月何時了 往時之多少 這裡她說春花秋葉 這個秋葉對春花 那個顏色是更強一點 欲結囚謀 翻經遙樂 減盡殉衣作日香 這句話就是 我和她一場緣分 但是呢 一寧轉背 她已經不見了 減盡殉衣作日香 這一句呢 就真是 哇 輕飄飄到 令人非常之心碎 什麼叫遜衣呢 遜衣是一個三國的人物 這個人物呢 叫遜令君 她原名叫遜玉 她是曹操下面一個謀士 是幫曹操制定北上 戰爭的大計 這個遜玉很出名 她三國時代第一個微男子 長得很英俊 不止是英俊 她喜歡在衣服那裏 塗些芬香 所以整個三國時代 她是出名的 所謂遜衣 即是指遜令君那件衣服 這句話 納蘭聖德是說自己 即是現在春花秋葉 那個季節的千言 可能沒有了太太 在身邊的照顧 昨天呢 是有一陣子的香氣 今天呢 都不見了 所以到最後 真無奈 善聲聲嚴語 普出回場 到這裏 真是人生是無奈一場 就是聽到 天上的那些雨滴出來 滴下來 在那個囊括之間 是發出的聲音 然後呢 好像音樂一樣 普出回場 所以呢 這首詞呢 是我生癖 非常之喜歡的作品之一 是真的 可以說 中國浪漫詩歌 的一首代表作 我經常想起 WB8 這個我以前介紹過的 一首 當你腦太隆忠 可見在古今中外 真正的情感 都是一樣的 更多途徑 更加方便 立即加入我們Whatsapp Telegram 和Instagram 作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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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詞